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是我们的第一个Live 当然要请来我们自己主场的嘉宾 在这里先欢迎我们的主场嘉宾 制副图分析师 证券分析师 聂镇邦先生 聂Sir 欢迎你 Kristina 你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有个主题叫做 不用怕大妈在大厅 究竟大妈加持怎样去令大市做得好 怎样帮到大市 我们都知道股市有个传统智慧 五穷六绝七翻身 但是港股看来五穷方面就好像已经认了这个命运 都摆脱不了 主要都受到中美双方的关系升温 还有港股方面的政局都拖累了大市 累跌了其实都有1600几点 但是看来六月就打破了宿命 六年升 这六天 整个走势都保持得不错 刚刚看到中午的时候 都仍在升300点以上 看来七年升都仍能做到 资金流向方面又会是怎样呢 而且近日看到也有很多中概股回归 令到IPO方面好像新股抽新股方面又热了很多 那究竟股份值不值得抽呢 我们这集都会和大家分析一下 那么多位和我们在吹紧水的同事都欢迎大家和我们有多些互动 可以在下面留言 也可以留下你们想问的一些个股在下面 我们会在节目微星找聂长和大家分析一下这些个股 那这个时间不如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恒指走势图 好像都挺英俊的 好 我们开一开 我们自己的apps看不如 好 恒指图了 我们来看一下 放大一点点 聂长 怎么看啊 见到今天还能升 是否看回 因为美股昨天都做得不错 好 见到男子又创新高都 带动今天恒指继续升上去也有力 如果我们每一天来对比昨天的收市位的时候 暂时来看今天就去到七年升了 刚刚Christina也说过 但如果你按着阴阳烛图来看的时候 似乎这三四天开始见到一些阴烛在这里 阴烛图是一个高开低走的格局 当阴烛图越来越多的时候 其实就预示了可能上升动力未必足够 所以暂时去看的时候 在指数方面可能开始也要有少许戒心 尤其是我们现在会见到今天在25,100点上 似乎感觉上会挺良好的 但如果我们按着一个技术走势来看的时候 最近的移动平均线就会在100天线 其实如果你早两三天之前 这条100天线就在25,200点上 但在今天去看的时候 似乎已经落到25,100多点 你之前就在200多点 现在在100多点 换句话来说 其实这条线一直在下行 一般来说 如果那个移动平均线是下行的时候 可能就要有个心理准备 似乎就会形成了有一些阻力 正正跟现在25,100点附近是差不多的 这样看 其实未来这个大市有机会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六年升之后 好像已经升了2000点 即是未来这几天已经没什么力量 上网和阻力会在哪里 我们通常来说 一个阻力的时候 有两个层面来看 一个是一个心理关系 另外一个就是 从技术走势来看 是属于一个阻力位 所谓的心理关系 某程度上就是 我们是觉得 这个位置有机会有一些压力在 但实际上未必有一个技术走势来做一个支持 例如我们会比较常见的参考 可能我们会拿每500点来看 例如现在就在25,000点上 下一个心理关系 如果加500点就会在25,500点这些位置 另外一个参考 就会从股价图或技术指标来做一个参考 例如我们刚才说的100天平均线 是属于一个技术指标 另一个方面 也可以参考阴阳烛的状况 例如在3月11日和12日之间 出现了一个下跌裂口 恒指在24,300至25,200点之间 所以换句话来说 现在的位置似乎在裂口中间 如果真的要突破裂口的时候 我刚才说过就会看25,200点这个位置 所以如果看100天线 我们就会留意25,100点 如果我们看裂口的顶部 就会看25,200点 其实两个位置都是比较接近一点 所以按着这个向度来看的时候 似乎短期恒指售额的机会就会比较大 好了 如果真的比较乐观一些 譬如有一些外围刺激因素 产生了出来的时候 真的突破到25,200点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下一级再看的时候 可以看高一点 因为明显地看到过了3月11日之后 就没有一些横行区产生出来 差不多可以直接上到26,000点这个位置 才看到一个横行的状态 所以如果过了25,200点 投资者可以比较乐观一点 就大概看接近26,000点的位置 看得很乐观 如果过得到 过得到才是 究竟有什么情况 会令到有机会过得到 五月就多市下跌 整个五月都好像有很多事发生 政局又不稳定 六月了 聶sir你会认为会有什么事 有没有水晶球可以告诉我们 有什么事是外围或者内围方面 都影响着大市 如果你看看五月的市 是开段到五月下旬 即接近五月二十日那段时间 一路恒指都是倾向一个摘幅上落的状况 主要波幅区间在23,800到24,400点之间 但是因为到五月下旬 就有这个国安法的因素出来了 以至到后市来说 那段时间就比较波动一点 如果我们撇除了这个因素的时候 其实五月的状况就不是真的太差 好了 之前我们就受到这个消息 是有一些困扰在 踏入六月的时候 似乎这个消息市场已经消化了 再加上现在看到外围的股指气氛都不错 最主要来说暂时去看环球的经济复苏的状况都不错 以至都带动了港股这段时间就一直是升上来 另外传统说的五穷六绝的时候 通常五月跌的跌幅就未必是很大 就是可能跌几百点的状况 才会有机会去到六月来一个大跌 但是我们其实都留意到五月已经跌了过千点 所以六月再跌的时候 相对上来说可能性就会比较低一点 是不是已经跌凸了? 即是跌多了? 未来就没什么跌了? 看来就 其实所谓的跌凸了 就是看投资者的入市异欲强不强 一般来说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调整的时候 投资者开始就变得入市的气氛就会比较强一点 但是如果一路跌的过程里面 其实涉及到一些影响大环境的负面因素 譬如三月的时候虽然跌 但是一路跌下来的时候 市场的关注点就会在疫情方面的问题 又或者环球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 就会影响了那个入市气氛 现在去看的时候就是负面消息就没有了 因为我们现在看《国安法》 似乎这个消息不再有影响的时候 你按着这个层面来看的话 自不然入市异欲强 六月反弹的机会也是比较大 聂长也看回 好像大家投资者的信心都回来 那信心是哪里来的呢 是否因为真的有东西拖着市场呢 我们不如说说其实资金流向方面 因为其实看到近来外围 欧美股市都做得很好的 而且看到昨天纳资又再创新高了 除此之外 其实恒指这六日年升 好像都是有一些无形的力量支持着 如果看回南向方面的资金流 其实由五月底开始 其实都有剩资金流入的 那会不会我们的无形的力量 就是内地方面 大妈其实都伸出温暖的手 所以令到我们的股市都保持着热烘烘的 那其实任何的投资者 都是考虑到那个吸纳的价格 是比较吸引的 然后才会入市的 那未必真的跟那个情感有一个关系 就是不一定是 不是讲感情 是的 香港股市这么惨 所以我们现在就注资一些下来 我认为不涉及到这个层面 最主要来说 因为五月方面 刚才说过的国安法 这个影响对港股构成的压力 就远高于A股 你在这个状况来看的时候 应该大妈都觉得 港股的一个价格的吸引程度是高于A股 以至到那些钱就流入了去港股那里 好了 这个状况其实不一定是持续的 因为当钱一路流入的时候 一些大型股份的价格自不然会上升 因为一般来说 北水流入的时候 都是流入一些大型股份 相对上来说 这个价格就会慢慢追到A股的状况 又形成了继续吸引的誘因就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如果我们去看上个星期的时候 大市成交金额如果用五日的平均数来看 上个星期一至五平均值都高于1300亿 但去到昨天来说 平均值回落下来是低于1300亿 今天来说似乎都是倾向上来说 有机会会低于1300亿 所以如果当资金流慢慢减弱的时候 都会影响了大市的状况 当然资金流我们会从大市的向度来看 亦都有机会从一些过股来看 如果有些热钱流入个别的股份的时候 倾向上来说 这些股份可能未来的升势仍然可以保持得到 不如就看看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说的几只股份 是不是真的这么多资金流入 我们看看很多人都说的 看哪支线是700? 嗯 好 我们先看看700 好 在这个时间 如果观众也有买这支股份的话 都可以问一下问题 我看看聶sir怎样看 700的股价还在四百二十多元上 这么详细 是否所有新经济股都还可以玩 如果你说资金来看的时候 即是初步去看 可能在那个成交量或成交金額 都已经是反映到 开始有一个回落的迹象在 至于你说从股价方面来参考的时候 四百二十五元这个位置 其实就是一月的时候 比较偏高的位置 其实股价的高位就是在四百二十元这个位置 所以和现在四百二十五元是一个比较近的距离位置 换句说话来说 如果股价不是真的跌穿了四百二十元的时候 它仍然是升势 是未曾破坏的 暂时去看谈谈的强势 至于一个上网的状况 可以留意就是四百四十元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特别之处就是 由一百年的三月的时候 才是这个高位 所以你说由一百年的三月 去到现在的时候 已经是两年多的一个高位 所以如果收市位不能够突破四百四十元这个位置 某程度上这个是属于一个短期的阻力位 暂时去看的时候 腾讯的股价未有一个很明显的方向 现在就只是徘徊在四百二十五元 去到四百四十元这个位置来到去上落 我想后市来说 要是腾讯本身有一些正面的消息刺激它 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恒指真的可以突破到二万五千二百点的话 那大市的气氛好才有动力会继续上去 但是就要留意上个礼拜的时候 总裁刘志平减持股份 那你这个消息来到去看的时候 可能对于腾讯的股价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启示性在 当然就未必说它一减持股价一定会跌 但是高层减持的时候 某程度上在一个基本因素 在一个估值的角度来说 有机会腾讯的股价可能是偏高 嗯 我见到有网民都立即问问题 其实就这样看吧 新经济股其实都涨上去了 有没有什么还可以炒呢 如果是这样呢 其实新经济股 我想就 你按个股值来说 暂时就没有一个很强的参考性 因为大市气氛好的时候 那些北水一路流入 或者有其他的本地投资者 或者外国投资者一路去追捧的时候 其实它们一路上升 某程度上已经是偏离了之前的基本因素 最主要来说 大家都是憧憬第一、二季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因素 大家用的一些新经济的服务多了的时候 应该是它的业绩好 但某程度上这个因素已经是反映到股价 短期再去看的时候 还有没有能升一层 就好视乎 未来的新股到底有什么类型上市 譬如现在有很多 美国的中块股有机会回流 而如果这些股份 是倾向一些新经济股 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动力 暂时如果撇除这个因素的时候 可能倾向短期的回吐压力 就会比较大一些 例如刚才说的腾讯倾向横行 另外美团股价暂时是倾向偏弱些 因为去到今天来说 已经是第三天下跌了 留意在五月底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小的横行位置 大概在148元这个位置 如果你看见连续两天收低于148元 相对上来说 就回吐压力就会比较大一些 所以整体来看 新经济股 现在就只适合做一些分注的吸纳 不适合做一个比较进取的入市 既然都升上去 不如就玩其他一些 好像见到这段时间 有很多人玩的是IPO多 因为好像买哪一只都有一些肉食 而且大部分都是中概股 都是中概股回归 近来回归的其中一只就是京东 看到京东 其实也是科网的电商巨头 第二天首日招股 看到反应不错 超标准价格方面 已经达到28倍 公开集资15亿 这样看来说 好像很多新股都不错的反应 股民一定很想知道 究竟是否抽得过 中概股 一个简单点的参考 就是这类型的股份 其实本身在美国已经上市 所以相对上来说 其实股价已经可以有一个参考 不同其他一些新股 你只能从招股书来判断 到底它的招股价是偏高还是偏低 变成了 如果你去看现在的中概股 它的超股价 对比美股的股价表现的时候 如果它的日价不多于5% 某程度上 它的吸引力相对上是比较大 我记得聂长也有过 教别人如何抽新股的五大策略 不如看看 五大策略方面 其中一个策略就是 集资额不能太多 另外也要看机析投资者方面 不如聂长也讨论多些 这些攻略如何使用 好了 这个抽新股的五个策略的时候 我们会涵盖所有新股来看 如果你刚才说的中概股 就是属于一些大型的新股 那不排除 其实当大型新股上的时候 也有机会有一些小型的股份 来到去上市 那变成了我们一般 用那个分界线 怎样是属于一些小 那就是用它上市的时候 市值10亿的港元或者以下的时候 就是属于一些小型股份 因为大型的可以用基本因素 作为一个估值 但是小型股份 未必它那个盈利能力是那么强的时候 有机会是用一些市场方面 来去判断公司的 上市地位的价值 来去看 那就是我们会 比较常听一些 就是用一个 壳价的形式来去看 就是判断上市地位 是值多少钱呢 来进行一个估值 那当然 那些小型股份 就是未必人人都是对的 比较大路一些的时候 我们都会倾向看一些大型股份 尤其是这段时间 比较多有机会上市 都是属于一些大借股份的时候 比如我们会去看的时候 就是去看 那个集资金额是多少 那么如果你说那个集资金额相对上 那个比例上是多的时候 那么通常的对比就是 就是它的效率来做个比较 如果它的开支占比 是占10%或以下 这些类型的股份 它那个集资成效是比较高一些 那么这个实业的味道 是比较重一些 那么就会适合一些投资者 可能它会考虑作为一个 中长线投资的部署 就不是一马入了新股 就作为短炒的话 那么这类型的股票 那个投资价值相对上会比较高一些 嗯 那么看来 就是比较小一点就容易炒一点 还有是不是有些名牌效应 多些人认识的 那就会多些机会 可能就会炒得上去 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个就会涉及到一些 基石投资者 或者是上市前的 那些投资者 他那个状况 那么我们去看的时候 如果譬如有一些大的公司 来到去入股这间公司 或者现在那些年轻人 喜欢用一个加持这个形式 就是用 或者看上这一间公司 来到去入股市的时候 似乎那个吸引力 就会是比较高一些 所以你说一些名人的效应的时候 有时就需要留意一下 到底它是 纯属是新闻 市传有机会入股 还是你在一个招股书 你真的看到这个名人 来到去入股 如果你真的看到它入股的话 那就是说那个吸引力的高 但是你很多时候 新闻的话 就是全然为主 是的 没错 所以投资者要很小心去留意一下 到底它是属于哪个类型的状况 嗯 眼见现在都未为真 我们看到新闻也不一定是真的 一定是在招股书看到才是真的 是不是 嗯 是的 如果它印在招股书那里 那这个肯定是属实的 嗯 另外呢 还有一个好像挺好用的策略 就是用暗盘方面 嗯 其实这个用暗盘 这个我又不是很熟悉了 在暗盘买是有好处吗 多数抽不到就算了 很多 如果呢 如果呢 真的希望用一个比较有利的价钱 来到去入市的时候 在这个上市价之外的话 暗盘的时段是一个值得参考的时段 因为呢 因为呢 以往呢 那个资讯的流通性没有那么强的时候 那变成了呢 就算我们在上市第一天 按着可能是一开市的时候呢 就走进去的话 就仍然有机会有一个的潜在升幅去赚得到 那但是呢 现在呢 有一些的证券公司呢 已经是有这个暗盘的服务的时候 那就是说呢 其实你已经可以作为一个的偷步入市的形式 来到去进行的 那所以呢 一般来说呢 如果你见到那个的上市价 和那个的暗盘价去比较的时候 那个差距不多过两成的话呢 那相对上呢 那个的直博率就会比较高一点 那但是呢 如果你说呢 他可能呢 他暗盘一开的时候呢 已经是在升有五六成的话 那这个位置来到去进去的话呢 那相对上的风险呢 就会比较高一点 我升了五成都还冲进去 真是勇者来的 不排除有这些投资者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都说 都说声呢 就是呢 差距两成 那个直博率就一定会高一点 差距五成的时候呢 可能呢 就要留意下那个风险承受能力 好啊 那如果真的不喜欢抽 或者其实 都很难抽啊 你知道现在那些新股呢 都可能抽几百股 几百手 才有这个 才中到一手 那如果不想抽的朋友 就抽不到了 那其实又可以看些什么 投资铺处方面 可以看些什么股份 那现在呢 其实呢 可以留意下 在疫情当中的时候 有什么受惠股份 那当然呢 刚才我们说 新经济股 是一个的受惠行业 但是呢 就需要留意 在这个版块来说 那这些公司 譬如在市盈率 或者在市涨率方面 有没有一个已经是比较偏高的状况 那譬如呢 你简单点 按住那个的市盈率来看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 其实它已经是超过了40倍的市盈率 可能某程度上 现在入市 那个的风险就会比较高一些 那所以呢 刚才都说到 就不排除 其实是需要做一个的分注来去吸纳 那好吧 那除了新经济股 或者我们叫做一些5G的股份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 在去年来说 一直都是热炒的 就是这个物管股 物管来说 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就留在家里 那变成了物管服务的需求大了的时候 市场就对这类型股份 它的业绩前景 亦都会是有一个的憧憬在那里 就是要留意 如果这类型的股份 你已经见到 譬如我们刚才说的 新经济股 可能说美团 已经有一个回落的迹象在那里 其实你不排除 它类似的股份 即可能物管股 都必须有一个的回吐压力在那里 暂时来说 就未必适宜 这段时间 就立即去入市 你会看到 它已经出现一个横行的位置 这样你先看定 它已经不跌穿的横行区 然后才考虑买入 也不迟 聂长 立即有网民就问 那你说物管股 有哪个真的能炒得过 如果你说 现在去看整个物管板块 投资价值高和炒得过其实是两回事 炒得过某种程度上是属于一个短线的部署 某种程度上这段时间可能它的技术走势都不错的时候 你变成了可以值得去留意 但是你譬如今天去看的时候 这个板块的沽压就比较大一点 特别是恒指升三百几点 你整个板块去看大部分都跌的状况之下 可能就值得去冷静点 你多等两三天 你看看物管股来说是否有一个受压的状况 如果假设它没有受压它继续回升的话 我们一般都会先看一些一线的股份 比如可能是碧桂园服务或者是假生活服务 这些大家会追捧性会比较强一点 至于你说可能如果你说一线的已经炒了的话 有机会看一些倾向的二线的 比如这个永升生活服务或者是新成月服务 这些倾向是一个二线 一线和二线的分别 我们一般就会用市值来看 如果你说真的大只的一线 就倾向上来说 可能它说已经是一百七十亿 甚至是二百亿或以上的那些是一线 如果你说得一百五十亿 或者可能它得一百亿 小小只这些就倾向是二线的状况 好啊 又有股民问过股 不如我们也解答它这个问题吧 9983怎么看呢? 聂长 建业新生活 新股来说 这种属于半新股 因为已经上了 我们不当它新股 5月15号上市的 到现在6月9号 未上市 足够一个月的 你见它的股价表现 其实我会用一个稳定的状态来形容 在6月1号开始去看的时候 它的横行区 就是在9-10元之间有一个的徘徊 短期来说 一定要见连续两日或以上收高过10元 才有机会再上市二线的高位接近11.5元 暂时去看的时候 成交金额不是很多 未必有很大的动力 可能继续在9-10元之间 徘徊的机会就会比较大一些 所以考虑买入的投资者 可能在9-9.5元之间吸纳 会比较上是理想一些 如果突破10元才可以看 短期是11.5元 这些位置是目标 好啊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最后要问聶sir 有没有持有刚刚停留过的股份 没有持有的 之后都会在牛牛的这个APP 会有更多抽身股的资讯 而如果大家想继续追看我们的节目的话 也记得要加入我们的群組 我们下个星期也会有其他的节目 这集的时间就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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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